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应该这么念 要不懂的人 就是老家桥 这麻雀的雀呢 说俗了北京的图语就是桥 没事套个家桥窝 那时候很多的树上 活动里的树上 都有这麻雀的窝 老家桥 老家桥什么 老家桥那窝搭的 都和您一般的那种小家桥的窝不一样 在树的最高最高的地方 甚至呢 如果按夏天桥 本来这树叶就是繁茂 他反而是躲在一堆最繁茂的树叶那后边 老家桥 那就是很有社会经验了 按说通常指很有社会经验的人 甚至可以说是对老年人的不尊重 这老家桥 或者现在的话就鸡贼 这老家桥滑头 这老家桥心眼多着呢 你别跟他斗 那可是一老家桥 就这一次 对我们老年人的不尊重 一说 罗宁 你瞧又吹牛了吧 这老家桥 今年可不一样了 藏着叶着 平常藏着叶着 这回才大祭祖了 体现出一个真正的老家桥的本分 当然老家桥还有一个圆滑 相对比较圆滑 其实你发现没有 高潮就是一很圆滑的人 面对媒体 为什么 球迷管他叫二大爷 这是一种很亲切的称呼 媒体也对他 他对媒体也非常好 对球迷也非常的随意 可是到真正关键的时刻 你说到底这外园怎么着了 教练怎么着了 他跟你说实话吗 他不可能跟你说实话 老家桥 他就是贼伙 他就是贼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